我说话 为了演出这个报纸的野性 我们整个团队一周上次去吃牛排 本来吃全熟 现在都吃五分熟 所以这套舞 就是我们个人 每个人跳下来感受是非常累的 如果是状态全开的话 跳完一变下来就已经不行了 然后喘一下喘一下 你找什么的 这样吃 看不你它要 啦啦啦啦啦啦 我这个用力跳往一桌边跳的七八龙杯 那么一样 6块 有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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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 请把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扔上舞台 喜欢投红色 不喜欢则不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计票 一波王炸BOOM战队的票数呢 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我们把它封存在勇闯天涯Super X小蓝屏当中 随后公布 因为你们自己的战队logo是个黑豹 所以就要排一个这样黑豹的这样的 对 没错 把我们战队的风格还有主题 更加突出的展现化一次 也是第一次亮相 对 舞蹈当中啊 有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那个灯组了一个战车的感觉 啊 是豹子头 这两个灯是眼睛 哦 那我们听见 下面三位队长 对刚才大秀有什么样的感受 哪位开始 看 你看啊 好 有谦让的说话环节 请 你请 不如他 请 佳尔吧 真的以为一只包子在台上 对 对 哎 抱子不是包子哥 对 抱子不是包子 哦 我知道 抱子这个 sorry 一星 炸炸 真的炸啊 确实炸就是 好像还不止一只抱子 全都是 这个舞啊 跳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累的 我们知道像B-Boy体力都很好的 排这个舞会让你们觉得很累吗 呃 非常累 我的全身已经打湿了 而且还没有做一个技巧 一个技巧都没做啊 对 就这个节奏比B-Boy的速度还要快 对 其实这个舞还挺为难B-Boy跟POPP的 怎么说呢 算是一个编舞 所以还挺为难他们的 对 对 我们其实从上一轮结束完了以后 我们队几乎是没有一天休息的 直接投入到了我们整个大秀 包括后面东西的一个排练当中 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很棒 几乎都没有休息过给大家一个掌声 其实我们队更多的是一个 Original Style为主的一个团队 所以在跳整齐这件事情的话 上的话是比较难的 但是 四个B-Boy还有我们的两个POPP 真的是被我们一遍一遍地叮一遍一遍地说 然后终于把这个舞给搞齐了 再次给你们六个人掌声 我们团队大家都知道 都是各个舞种里面的冠军的头衔 而且不一样的舞种 所以说融入在一起 要学那么快 而且要跳整齐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 大家定步了 就是我觉得不是不能做到的 是你有没有去努力做 这个节目确实可以让很多的舞者 一个成长 不光是在他们的领域里 能够跳得非常的好 同时你也可以能够学习到 编舞团体的一个群体的感觉 就是整个这个集体感 可能我觉得对于很多舞者来说 可能都是这一次的一个成长吧 或者是学习 叫 确实 BUBU出来之后 大家真的很惊喜 瓜哥 这些东西去跟组员去做配合 然后最后的结尾也是花龙点睛 把大家都吸进去 我觉得他这个作品 应该是所有作品里面最好的一个了 有很多选手说 他觉得这是全场最好的作品 就是要的 就对于这样的评价你怎么看 是哪个选手说的 对 你跟我说一下哪个选手 我跟他交个朋友 这个谁看的 他是自己选的主题 以鸣歌为主 选义